千百年来皇家修陵历来都是头等大事 规模宏大的帝王陵墓不仅代表了当时文化艺术和建筑技艺的最高成就 也是皇家威严和等级观念的体现 根据研究汉阳陵历时28年才建造完成 今天的汉阳陵早已不是当年的原貌 但高大的风土和严整的形制依然令人们惊叹 汉阳陵当年的宏伟规模可见一斑 然而在建筑工艺并不发达 建筑工具异常简陋的2000多年前 这个规模浩大的国家一号工程究竟如何完成 从悬址到修建又有哪些严格的制度呢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永盈为您解读 系列节目 礼法寻踪汉阳陵 第十集 一号工程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在中国古代皇帝为自己修灵 那可是一件头等大事 地灵工程可以说是当时国家的一号重点工程 这是有一套严格的程序和制度的 可是这么重要而浩大的工程 咱们古代的史书却几乎没有什么记载 为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 保密 它为了防止泄密被盗墓贼利用 一般是不允许有记载的 西汉的地灵制度呢 是从汉高祖的常灵开始的 到了第四代皇帝汉景帝的阳灵 作为封建国家一项重要的礼仪制度 西汉的地灵制度已经基本上成熟定型了 那么在建筑工艺和工具都不发达的2000多年前 这个国家的一号重点工程是怎么修建的呢 透过汉阳灵 我们对帝王灵墓制度到底能有哪些了解呢 对于汉景帝阳灵 无论是史记还是汉书 都只有直言片语的灵星记载 晋书里边倒是有一段关于西汉地灵的记载 可是这段记载又读起来让人有点困惑 为什么呢 因为晋书是这样说的 说是西晋末年的时候 汉文帝霸领和汉宣帝的度领 被当地的老百姓盗绝了 挖出来了许多佩葬品 西晋当时的皇帝晋敏帝就问大臣索林 汉陵中物何乃多也 这西汉地灵里边怎么这么多东西啊 索林说 汉天子继位一年而为灵 天下共辅三分之 一宫宗庙 一宫宾客 一冲山林 他的意思就是说 汉代的皇帝继位一年之后 就开始修建自己的陵墓了 国家的总税收分为三份 一份供宗庙祭祀 一份供皇帝招聘人才的开销 剩下一份是用来修灵的 我们注意这段君臣对话 告诉了我们两个信息 其一 西汉地灵的营建时间 是皇帝继位一年之后开始的 也就是他在继位之后的第二年 就开始修建自己的陵墓了 其二 修建地灵的费用是国家税收的三分之一 那么实际情况真是这样子吗 我们都知道 汉文帝和汉景帝可都是以节俭 那汉景帝的阳灵 他的修建真的就这样铺张浪费吗 今天我们在汉阳灵能看到的 除了汉景帝和王皇后的两座高大风土外 还有两座贫妃墓和十多座大臣的陪葬墓 而实际上汉阳灵远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 根据考古工作 汉阳灵东西长近六公里 南北宽一到三公里 占地面积近十二平方公里 作为主体的汉景帝 位于陵园中部偏西的位置 王皇后陵 南区外藏坑 北区外藏坑 一处建筑遗址等距离分布在四角 贫妃陪葬墓 和一座大型比治性建筑 位于地陵南北两侧 行徒墓地和三处建筑遗址 在地陵西侧南北排列 陪葬墓园位于地陵东边的司马道两侧 阳灵意设置在陵园的最东端 整个陵园以地陵为中心 四角拱位南北对称东西相连 布局结构规整而严谨 显示了唯我独尊的皇家威严 和严格的能及观念 那么在两千多年前 汉阳陵里又会是什么样的一番景象呢 汉景帝和王皇后的风土比现在要高大很多 当时的陵园有很气派的圆墙和门阙建筑 墙面是珠红色的 就跟我们现在看到的故宫的外墙一样 这个大陵园里边除了皇帝和皇后的陵园之外 还有很多建筑群 其中最重要规模最大的就是专门用于祭祀的寝殿和陵庙建筑 当时的礼仪制度要求 守陵的这个嫔妃和宫女 每天晚上都要在寝殿里边铺被子 第二天早上要叠被子准备洗漱用具 还要在吃饭的四个饭点上饭上菜 就像皇帝活着一样 除了这个祭祀建筑 还有管理陵园的官员办公的官署 守陵的宫女嫔妃居住的建筑 根据史书记载 当年皇帝陵园里边参与管理服务的人员 大约有五千多人 另外从汉景帝陵岸延伸而出的一条长达几公里的司马道 它的两边一字排开 是数百座的高级贵族和文武百官的陪葬墓 我们一路看过去 这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天子上朝的时候 文武大臣是分裂两乡的这么一个庄严的景象 这座浩大的工程 真的像近人所说的 要耗去每年国家税收的三分之一吗 我们先来看汉阳陵是从什么时候修建的 史记就记载 说汉景帝四年更以一样为阳陵 就是把宜阳县改为阳陵义了 就说汉景帝把宜阳县改为象征给他守陵的灵义了 然后呢 五年三月作为阳陵 这里明确记载 阳陵是在汉景帝五年三月正式开始修建的 很明显 汉景帝的阳陵并不是他继位一年之后开始修建的 根据史书记载和学者的研究 西汉王朝的财政收入每年大约有四十多亿钱 按照这个索林的说法 西汉帝陵营建每年花费大约十多亿钱 阳陵从开始修建到汉景帝入藏长达十三年 这样子的话 他大约花费了一百三十多亿钱 那么这一百三十多亿钱相当于咱们现在的多少钱呢 现在的亿元大约相当于汉代的零点四六钱 这样算下来 阳陵所花费的工程款 大约是282.6亿元 这钱可是够多的 但是我个人觉得 阳陵呢 可能没有花那么多钱 这一点呢 我们从汉阳陵的陪葬品就可以看出来 虽然主灵不能发掘 我们不知道它里边到底陪葬了什么东西 但是根据目前的外藏坑的考古发掘情况来看 阳陵陪葬的文物以陶永和陶器为主 另外还有一部分漆器 像值点钱的什么铜器 非常少 金银器呢 就那么可怜的挤劲 这些东西是值不了多少钱 再者说了 西汉王朝的政府开支 显然不像索林所说的那么简单 这个大头呢 应当还是政府部门的运转经费 官员的兴奉 军队的费用 还有像赈灾啊赏赐啊等等的 这些开支 绝不仅限于祭祀啊 招聘人才啊 修灵啊 这么三项开支 所以这个三分之一的说法啊 毕竟是西汉灭亡三百多年以后 晋朝人的话 他的可靠性啊 并不大 因此 这个话呀 我们只能作为参考了解一下 可不能把它当真了 修建地灵 旋址是头等大事 在民间看来 地灵的旋址神秘而充满旋机 甚至认为这会关系到一个王朝的兴衰 那么汉阳陵 为什么会同之前的汉高祖 长陵 以及汉惠帝 安陵一样 建在咸阳园上呢 咸阳园到底有哪些适合建造地灵的条件 旋址在此地又考虑了哪些传统藏词呢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永莹 继续为您解读 系列节目 离法寻宗汉阳陵 第十集 一号工程 阳陵在当年的长安城的东北方向 也就是咱们现在西安市正北的大约二十公里的地方 这儿呢 是一处黄土台园 因为它南边紧邻现在的咸阳市 所以呢 就被通俗的称为咸阳园了 这个咸阳园呢 从西向东 绵延四十多公里 北边是京河 南边是渭水 其中沿着咸阳园南端一字排开的西汉地灵啊 那更是气势雄伟 位为壮观 汉景帝杨陵呢 就雄居咸阳园的东端 那么 汉阳陵为什么要选在高高的咸阳园上呢 首先 肯定是风水的考虑 我国古代风水学的鼻祖啊 是晋朝人郭普 他呢 虽然是东晋时候的人 但他系统论述项目术的藏书里边的基本观点啊 必然与秦汉以来的风水学说有传承关系 这个藏书呢就认为 风水家乡阴宅最讲究龙氏 也就是咱们所谓的龙脉 这个龙氏呢 就是所谓 稍微高出周围的台原地 圆面平潭广阔 圆延相连 这就是一种龙氏 皇家陵墓选址啊 那龙氏肯定是首先要考虑的 咸阳园呢 东西四十多公里 他相对高出关中平原 这个圆面上是平坦开阔 正符合所谓的龙氏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西汉地龄的墓穴 都挖得很深 一般深达三十多 所以呢 选址的时候就一定要选在地势高亢的地方 不然就有可能挖出水来啊 咸阳园呢 地势很高 土厚水深 刚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咱们汉景地的这个阳陵啊 就选在了这个地方 除了风水的考虑 汉阳陵的这个选址啊 还受到了传统藏俗 和当时的物质条件的影响和限制 在西汉之前呢 从原始社会开始 历经夏 商 周 一直到秦朝 人们埋葬先人呢 大多都选择在驻地的附近 这样做呢 主要是为了方便埋葬 因为当时的物质发展水平有限 运输能力很差 交通工具呢 只有马车或者牛车 打个比方 如果住在长安的皇帝 选择了咱们北京的一处地方 修建陵墓 那中间隔着几千里地儿 埋葬就成了大问题 除了传统的藏俗 风水等等考虑 皇帝本人的意愿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推测 杨陵最终选在这儿 那肯定是要经过风水大师们的几轮踏刊 大臣们的多次商讨 汇报 最后由景帝本人拍板 才确定下来 因为如果选址不当 再另起炉灶 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事 前安园地势高唱 视野开阔 又能遥望京城长安 可以说是一处理想的风水宝地 因此这个地方就成为西汉皇帝的主灵区了 地灵的位置确定之后 就要开始具体修建了 史记记载 秦始皇曾动用七十万人来修建灵墓 那么汉阳陵又是由多少人来完成的 史书中对此有没有什么记载呢 这个当时的国家一号工程是由什么人组织施工 又是由哪些人来具体完成的呢 汉书记载 说西汉的时候有一个官职叫降座大将 他的主要职责 就是专门给皇帝修建宫殿陵墓 相当于皇家的建设部长 那么地灵工程里边 具体干活的又是些什么人呢 这个史书又记载 族徒工庸以巨万数 这儿就将地灵建设者的身份 说得非常清楚 那就是士族 行徒 工匠 工匠和故宫 佣呢 就是指的故宫 具体管理工匠和行徒的官员呢 是在降座大将下属的左校令和右校令 这一点呢 在后汉书里边有明确的记载 既然管理工匠和行徒有专门的官员和机构 这说明工匠和行徒都是地灵工程建设的 主要劳动力 那么修建阳陵工程到底用了多少人呢 实际记载 说秦始皇蒸发七十万人修建他的灵物 阳陵的规模呢 远不及秦陵 人数呢 肯定在这之下 可是史书呢 没有明确的记载 倒是关于其他西汉地灵的一些记载呢 我们可以作为参考 汉景帝 为父亲汉文帝的霸凌 后期挖墓穴 回田 修坟盾 就蒸发了三万多名士族 西汉后期的时候 汉埃帝的母亲死了以后 挖墓修灵也用了五万多人 我们从阳陵行徒墓地的考古发掘来推算 当年死在修灵工地上的行徒 大概就有上万人 这样看来 西汉地灵的用工人数 估计至少也应该有数万之中 据史料推测 修建汉阳陵的劳力大数万之多 那么是什么原因要投入这么多的人力呢 汉阳陵从开始修建到汉景帝入葬历时13年 到最后王皇后入葬总共历时28年 那么数万人修灵 为什么还会如此旷日持久 地灵高大的风土 代表着皇权的至高无上 那么西汉的地灵葬制 对风土规模又有什么明确的规定呢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永莹 继续为您解读 系列节目 礼法寻宗汉阳陵 第十集 一号工程 西汉地灵大量的是土方工程 汉景帝灵的风土根据测算也有三十多万立方 再加上皇后灵的风土 还有两座中等规模的嫔妃陪葬墓的土方量 估计应当有超过二百万立方的土方量 这还仅仅是灵墓 还有众多的外藏坑 阳陵大约是一百五十多座外藏坑 这些坑的土方量应该也是有数百万立方的 我们想当年又没有工程机械 得靠人力一点一点的挖掘 夯打 那挖土的工具主要就是铁掘 产土的工具是铁叉 夯土的工具是铁夯或者石夯 铁掘和铁叉大部分还只是装一个铁头 后面那部分还是木质的 我们在阳陵的考古工作中 就在外藏坑的填土里边发现了铁叉和铁夯头 这样的工具看着就笨重 不锋利不好使 这劳动效率肯定是不会高的 这个情况应当是西汉地灵工程 旷日持久的原因之一 那么修建地灵按照什么顺序来进行呢 从这个史书记载的一些灵性资料来看 当时灵值选定以后 应该是先建设灵异 这个灵异其实就是在地灵附近 建设了一个作为后勤保障基地的这么一个县城 这个在修灵的时候 它作为后勤保障基地 这个灵修成以后 这个灵异实际上是象征给皇帝守灵的这么一个县城 这个史书里边就记载说 阳陵就是汉景帝四年 更以夷阳为阳陵 第二年才开始修建灵墓的 我们平常看到的汉墓不是土洞的 就是砖砌的 这些都是臣民百姓的墓葬 那皇帝的墓葬又是个什么样子呢 根据史书的记载 皇帝的墓室还真不一样 它呢是用特制的摆墓砌起来的 叫做黄肠提凑 黄肠提凑是用成千上万根摆墓心 垒成一道厚重围墙的墓葬结构 因为所用墓料都是摆墓中心发黄的部分 所以叫黄肠墓 著作方法是横向堆垒而成 由于墓室中能看到的都是这种特制墓材的头部 所以叫提凑 黄肠提凑是身份等级和权势的象征 只有帝王和皇室成员诸侯王才能使用 地位较高的贵族大臣 必须经过皇帝特赐才可以使用 黄肠提凑里边就放着皇帝的棺材 按照当时的礼仪制度 皇帝有七重的棺果 当时皇帝穿着金履玉衣 根据《西经杂记》的记载 汉景帝的儿子汉武帝的玉衣上 刻着龙凤的纹饰 因此我们推想 汉景帝也有可能穿着这样的金履玉衣 黄肠提凑的外头还专门隔出一个 放置最珍贵的陪葬品的空间 叫便房 根据汉代的礼制 皇帝提凑与子宫 便房 外藏果 也就是通常考古发现的外藏坑 都是帝王陵墓专用的 皇帝的棺果放好了 这下就该回田牧师 修筑风土了 秦汉的时候 就实行这种像山一样的风土 当时 为了衬托皇帝的高大 神圣 甚至直接用山来指代帝王 那个帝王死了之后 称作山陵崩 就山塌了 汉旧仪就记载说 皇帝陵墓 焚高十二丈 这个西汉初年的时候 吕后想为儿子汉惠帝 增高陵墓的风土 结果是遭到大臣们的一致反对 吕后最后只好说罢 这样看来 当时为了防止像秦始皇一样 滥用民意 大修陵墓 西汉王朝是专门针对陵墓的修建工程 制定了相关的法律和制度 即便是贵为皇帝 也不能愉悦 杨陵应当是严格依法而建的 国家重点工程 因此它是西汉帝陵的一个范围 此后的西汉帝陵 基本上都是按照杨陵这个模式修建的 帝王的陵寝建筑 是我古代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的这个形制 受到当时的思想观念 国力的强弱 营建技术等等的影响 而发展变化 最早由商周时期的不封不束 到秦汉时期的腹斗形的高大风土 再到唐代的阴山围林 最后才到了明清时期的宝城堡底 它其实是历经数千年的演变 最后才形成这种规制的 可是时光飞逝 再宏伟的帝王陵墓 也不能延续帝王的长生之梦 最终凝聚了千千万万工匠和劳动者 智慧和血汗的帝王陵墓 变成了记录历代劳动人民 在科技和文化艺术上的创造和卓越成就的博物馆 成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 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变迁的珍贵的文化遗产 好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一万多具事故集中出现在距离汉井地陵 只有大约一千五百米远的地方 他们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 他们和汉阳陵之间到底又有什么关系 明天的节目里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永莹为您解读 系列节目 离法寻踪汉阳陵 第十一集 行徒墓地 第十一集